今年选举因为加上公投实案 看起来特别的复杂 连带对选务的安排 大家也难免有所疑虑 新北市选委会提醒大家 要注意投票的相关规定 该带的要带 不该带的像是手机 或者是其他的摄影器材 就别人带进投开票所 以免处罚 新北市这次共设置 2446处的投开票所 动用高达47000多位的选务人员 是全国第一 新北市市长的这一次的选举的人数 总共有320万26万4千人 那比较上次105年中统大选 以后具有选举资格的人数 手头组总共有14万1000人 公投的投票权人 这一次总共有337万6000人 那公投的部分18岁到20岁的手头组 也有这个11万1000人 另外新北市设置了2446的投票所 工作人员高达47000人 那比较105年的总统大选 那工作人员也增加了14000人 那从我们的整个的选举人数 以及投开票所数 还有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数 都是全国最多的 为了确保选务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请选民投票当日 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以免处罚 那签选这个选票 以及公投票的部分呢 切记不可以用撕张 一定要用使用 或是盖子印也不可以 一定要使用我们选委会 准备的这个签选工作来签选 这样才不会造成无效票 还有接下来的部分就是 手机记得不可以带手机 带手机的话会处以 3万到30万的罚还 还有也切记不可以说 因为一词圈塑选票或公投票 而把这个选票或公投票来撕毁 因为撕毁了这个行为 会罚5000块到5万块的这个罚还 另外提醒选民 区公所11月21号前 就会将选举公报 公投公报 以及投票通知单送达各家户 民众如果到时候没有收到 可以向户籍所在地的户所或是公所查询 记者沈志勇新北市采访报导